3月3日晚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在生盖博士半岛酒家 举办2019年新春年会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中国驻洛杉矶领侨处副主任周永梅 和侨务领事王建仪等及民选官员到场祝贺 会长刘凌春表示 新的一年要不忘温商创业初心 打造温州商会的品牌 当晚的活动由王哲夏以望主持 刘凌春会长做年度报告 赵美新 周永梅 以及与会嘉宾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总会会长李社潮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干花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何陶市市议员秦振国 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会 前理事吴国庆 和加州众元周本利的代表 罗亨利等先后登台致辞 并向刘凌春等颁赠贺壮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的主要干部 包括会长刘凌春 监事长王增乐 以及执行会长许旭生 杜湘栋 尼利东 郑联荣和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潘峰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荣誉会长林选东一起 共同登台举杯祝愿乡亲们新春快乐 并表达对新一年的希望和决心 2018年温州商会不断增强商会国际影响力 壮大商会队伍 成功举办第一届北美温州人大会 组织召开了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制定出了商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标 积极开展商会特色活动 组织会员创建参与各类商机平台建设 服务家乡回馈社会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 向着一个传新的品牌商会 尽力我们尤其是在美国 我们也发扬温州精神传承下去 所以说温州商会我们接下来的会晤 会越来越好 我商会在新的地理我们组织会员 折放我们会员企业相互交流 大家互相共享信息 然后有好的商机一起发展 让我们商会团结一起 我们要加强我们商会的商务建设 包括我们要扩大会员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商务活动 华夏电视台记者圣盖博士采访报道 在这些商务活要关起到 我们 1500米全都在画厝